在晚上九点十点已经就要回家了 你家本来就有门禁 所以十二点之后 有没有宵禁 其实对你的影响不大 就算有宵禁 对我还是没有任何限制作用 因为我已经十八岁了 不过对于那些未成年 而且又在暑假期间 特别爱玩通宵的青少年朋友 可就影响不小了 没错 因为在去年的年初 台北市率先实施了 青少年宵禁政策之后 各县市纷纷起而校游 这个被许多大人们鼓掌 叫好的新规定 你知道对青少年的夜生活 有什么影响吗 我们来看看最近都 咒服夜出的记者 红绘竹 徐启峰的报道 这是礼拜六晚上十点钟 台北市西门厅街头 青少年常常聚集活动的地方 也是他们消磨夜晚时光的场所 晚上很早说 一样啊 逛街吧 看电视啊 偶尔看电影 看一下你们平常怎么样 过你们的夜生活 回家睡觉 打电动 玩滑板 就出来逛逛啊 这样子啊 会去POP或者是舞厅跳舞吗 我还没有18岁啊 还没有18岁不能到舞厅跳舞 还没有18岁夜间在外游荡 是很危险的想法 在多数青少年心中比比皆是 对属于夜猫族又未满18岁的 他们而言 无论是看场电影 或者是到泡沫红茶店聊天同乐 他们都必须紧记一件事情 那就是最晚在12点以前要自动回家 这边是聊天的好地方啊 这边我可以很自由地交谈 我可以穿得很随便 没有压力啊 你在这里可以跟朋友聊天 然后听音乐 或者是只是套一些时间 然后去你想一些事情 这是一个比较适合聊天的场所 可以喝茶那样子啊 对啊 然后比较不会受像什么问题 后面天气什么的 干脑啊 虽然这里是聊天的好地方 但是自从去年年初实施青少年深夜12点前 未归劝导的措施之后 以往在傍晚便挤满青少年的 台北市泡沫红茶店 生意已大不如前 青少年也稀稀落落 年青年12点以后 他们活动力还是很旺的 所以那个时候的生意到 有时候我们 那个时候我们曾经 曾经有时候做到三点 三点多 三点的时候里面客人 还差不多有八成 还差不多有八成的客人 那现在到12点 不到12点 12点12点半 我们就开始在打烊开始的时候了 现在正在工作 难得有时候加个班啊 晚上朋友会找女工出来喝个茶 那都已经是11点12点的事情了 对啊 如果他顺势的话 那朋友就很少去在一块了 你禁止他晚上 晚上他不准出门 他在家里 他在密闭的空间里面 他做别的事情 做一些违法的事情 我们可能会 反而更抓不到爬 在毛孔喝茶 然后一些地方 那其实我觉得那种 只是一种消耗时间 或者是说朋友聚在一起的机会而已 那没有 如果说像警方这样子 也在干预的话 也有点太过分 警方说青少年保护措施 让最近青少年深夜犯罪率下降 是值得推广加强实施的 只是在成人眼中的保护措施 是不是真能做到保护青少年呢 可得问问这群被保护的孩子们了 看来实施宵禁之后 不只对青少年的夜生活有影响 对店家的生意影响也蛮大的哦 对啊 像我们那些朋友 他们平常晚上就是玩很多的啊 比如说先去唱歌啦 然后再去跳舞 再去怕不着朋友玩 所以一旦这个十二点以后的宵禁 开始实施以后 我相信这些营业场所 他们将会流失掉不少的这种青少年的顾客哦 生意一定有影响的啦 不过还是有人照样玩通宵不误啊 难道他们不怕 有警察波波去给他们好好的照顾照顾吗 或许已经有人领教过了警察波波的柔性劝导 如果还没遇到 看下面的报道 就算预袭一下吧 还要预袭一下 我想应该没有人想要真正遇到吧 从今年四月一号凌晨开始 警政署通领全国警察机关 全面实施加强保护青少年及儿童的春风专案措施 像这样全台同步的扩大零件 在未来将会不定期的出现 这项措施是针对深夜十二点以后 在外游荡未满十八岁的青少年 如果发现有吸烟喝酒 从事性交易 甚至触犯刑罚 警方可以依照行为轻重加以处置 查验身份证 看看青少年是不是未满十八岁 是执法者的第一任务 如果在深夜十二点以后 发现有十八岁以下的青少年在外游荡 或出入娱乐场所 场所负责人将依照情节轻重被采处罚款 严重的话将吊销执照 勒令停业 业者人人自为 未满十八岁的青少年也将被带回警局 交由父母带回 根据警方统计 最近六年以来 青少年犯罪人数大约十七万人 每年平均有三万人犯罪 占总犯罪人数的百分之十八 但是到了八十六年 少年犯的人数明显降低 为两万四千人 警方认为是青少年保护措施的积极成效 这是台北县少年队夜间执行青少年保护措施的状况 在土城的一间泡沫红茶店 查到未满十八岁的青少年在喝酒 有未满十八岁 还没准备点 你未满十八岁 还有谁 还有我啊 你未满十八岁 你叫什么名字 我进张 这一张吗 未满十八岁不可以喝酒 不可违反少年福利法第十条 第十八条 怎么换掉 那个什么 我们家喻的 我们家喻的 老板呢 同友的吗 我们今天是 今天我们造型的 没有错啊 但是 你们吃饭了吗 一百十八岁 我马上换酒了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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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上换掉了 不是换的问题啊 就已经赤子 已经摆在桌上了 业者卖酒给青少年 警方除了将青少年带回警局之外 业者也会受罚 未满十八岁 不止夜晚十二点以后不能在外游荡 就连在外喝酒 庆生也会违反青少年福利法而被带回警局登记资料备案 警方以柔性的方式 劝导青少年避免出入不当场所 以免误触罚网 警方会将部分劝导的青少年带回警局 配合收工人员给予辅导 再以电话通知家长领回 这就是全国性青少年保护措施的实际执行成效 如果是被警察逮到啊 然后又通知爸妈去把你领回来 下场已经很凄惨 对啊 如果你是平常跟朋友出去玩 然后玩到很晚 回家只要跟爸爸妈妈说说情也就没关系 可是如果父母是被警察通知 然后去警察局领回他们的小孩子 那事情可就大掉了 因为多数人总是认为 做坏事的人才会被带回警察局嘛 虽然像唱歌跳舞或是看个午夜场电影 都是都市里很平常的夜生活啊 又不是夜归就一定会做坏事 不过既然警方说要保护未成年青少年的安全 暑假又加强执行春风专案 不管是劝导还是盘查也好 其实青少年都有他阴影的对策 正所谓道高一尺磨高一丈 对啊 像我就一个朋友 他在未成年的时候 他都是跟大哥哥借身份证 然后在出这些场所 如果遇到警方的盘查 他就拿出大哥哥身份证出来 呼隆一下咯 兄弟长得蛮像的 晚上灯光昏暗 警察可能没有判断的能力 我还有听说Disco有的会另辟后门 让那种未满18岁的青少年客人能够自由的进出 就是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啦 不过老实说呢 我个人倒是蛮赞成12点以后有宵禁的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部分的青少年啊 应该还是比较不能够明辨是非 也不太会保护自己 所以如果放任他们在12点以后呢 在外面游荡 或是出入一些比较复杂的场所 我觉得可能会遇到坏人耶 而且那么晚没有回家 爸爸妈妈也会担心啊 像你这样的说法 其实还是在质疑未满18岁的年轻人 是不是就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哦 而且呢 也不止你这样说 赞成青少年宵禁的爸爸妈妈 警察老师多数也这么说 不过其实宵禁真的能够像警察伯伯说的 减少犯罪保护青少年吗 我们来看下面的报道 夜深了 打个电话回家 让家人知道你在哪里 现在的小孩子 我们用很强硬的态度去规定他 去规范他 可能反而会得到这番范 就是在尤其在18岁这个阶段的话 他会缓弹力更大 来天要工作 我会觉得纸巢像管太多那样子 然后就是会 我还是会跑出去 就是尽量我们不要让纸巢 抓会多纸巢那样子 少年本身啊 他的意志不坚 内心彷徨无所适从 那么很容易受到这个 幼阴的引诱很容易犯罪 那么尤其在生日期间啊 夜间是危险的 所以啊 我们加强在夜间啊 来劝导不良青少年的 这个在外活动的机会 减少刑案发生的机会 也对青少年有一种保护的这个作用 夜间犯罪力降低 本来就应该是警察的责任 那可是现在警察的话 去用一个听起来很好听的名词 叫做劝导 来让青少年的行动受到限制 可是这个劝导这个字很有趣啊 就是如果说是在两个平等的人中间 比方说我朋友之间 我劝你做什么事情的话 这里没有权利的关系 只是我个人提供一个意见 可是如果在条子 在警察勃勃 向青少年劝导的过程当中 谁都看得出来是长辈在训事晚辈 是长辈在限制晚辈 所以这里面的不平等权利关系 已经使得那个劝导充满了暴力 充满了限制 充满了权力的压迫 我倒觉得说听起来好听的字眼 不见得真的是对青少年好的 我觉得保护这样太消极了 对 因为这样子保护 看得到他在保护什么嘛 就是禁止去做一些事情 那这样子的成效有多大 让人家怀疑 夜间活动对青少年讲的 是比较危险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多少要一点点 因为有些比较听话 青少年还是会听啊 这样多少可以保护他们 真心的安全方面 在家里面是一个最幸福的 一个原地 我想在这个状况之下 应该让青少年可以很正常的 身心的一个发展 所以保护青少年这个春红专案 可以说是对于少年犯罪的防止 应该有正面的一个效益 成人之所以想出什么宵禁 或者各式各样的监控的措施 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要证明 成人有权利管小孩子 因为如果这个孩子是成熟的 那成人就没有什么权利 可以管他了 所以成人一定要想象 小孩子是不成熟的 是不稳定的 是很冲动的 他只有靠着这个想象 才能够说明他自己 为什么要管他 所以所谓的青少年的形象 很多时候是被成人用来 当作他全力计数的理由 他们不在公共场所出现 那不代表他们就不会再搬野出去 那他们可能到没有 警方不会找到的地方 或者是窝在什么地方这样子 那这样子 让他们没有时间去发泄 未必会比较好 这样就跟限制你的自由 没什么分别 那就跟家里的爸爸妈妈 没什么分别 这样限制你 我觉得出去只要 什么 不要做坏事这样就好 我其实觉得成年人 有时候会担心说 青少年可能不懂事 可能会做错决定 可是一个人要不要把决定 做对或者做错 其实是在经验中累积起来 你在经验当中 没有去面对各式各样的状况 而思考怎么样去做 做出反应 那当然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 就手足无措 如果有那样的精力 可以在外面长期的 做各式各样的活动的话 蛮好的 表示他至少很健康 然后呢 如果青少年有那个活力 有那个能量 不但又能够上学去读书 还能够下了班打工 打工完还能到 泡沫红茶店去做一做 这一种能量 这一种对于生命充满的热力 是成年人需要开始面对的 那我觉得成年人有的时候 对于青少年的想法 是蛮奇怪的 就是他总觉得青少年 大概只要做一种事情 就是能量很低 坐在书桌前面 死背一些教科书 这个就是最标准的青少年 可是这样的青少年 是最没有活力的青少年 最没有热忱 最没有想象力的青少年 听完何春瑞教授的说法 我觉得还蛮惊讶的 因为好像很少 有大人完全站在青少年立场 来看一件事情 不然你以你的经验 通常大人都是用什么样的立场 看青少年 我觉得大人好像都是希望 他们的小孩子 只要文文静静乖巧的 然后用功念书就好了 其实我觉得每个小孩子 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过剩的经历 不应该只是一昧的亚异 而是要帮我们找去适当 管他让我们宣谢一下 难怪你会感到亚异 因为真的很少大人 会从青少年的主体出发 讨论和青少年 切身有关的决定 再说青少年也不会被教育 这种思考的方式 通常都是大人怎么说 小孩就理所当然的 应该怎么怎么怎么做 不过在大人的约束范围之外 青少年表现自己的方式 越来越多 你选的是哪一种呢 待会外潮流要带大家去瞧一瞧 最近风起云涌的新秀选拔和饰演会 如何深受欢迎 英尼亚你知道光是暑假 就有几场新秀选拔饰演会在举行